今天早進到12點半 剛剛好 男單是2點半還是2點9才開球 現在打女單的Final 所以就沒什麼人 但待會應該就會見到是人山人海 左邊這裏就打傳奇男商 聽現場的氣氛 好像傳奇男商的氣氛更好 比女單的Final 而其中這條主街很少行得這麼鬆動 在入場看女商決賽最最後一盤之前 就等我帶大家看看 我在頭幾段片出街後找到的這間MegaBoutique 我猜都有齊全場99%的商品 來這裡就不用像我之前這樣逐間走 之後也帶大家看看 進來看球賽究竟有什麼吃的呢 我們看走幾次公司 每次公司都會內容 坐幾次公司 來這裡之前就看到一些Vlog說 訊息很慘 反網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吃的 很慘 每次都是吃麵包 那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就去看看是否真的只得包吃 這裡就是Food Court 趁現在人少少拍一下 你會見到 其實整條街都是Food Court 賣食物的其實不單止這裡 圍著場館其實也有小食譜 甜品、水果 之後也會給大家看 例如有Waffle、薯條 這間應該比較是輕食 它也有飯 還有說明是哪一個地方 我們再看看前面 好棒啊 啤酒啊 sandwich 這裡還有dessert 而且因為法網是Perrier贊助 所以到處都是Perrier 這裏是飲品和飲品 前面 好棒啊 把牌子放在小牌子裡 好 其實也是回家的 但也不錯 這裏有些舒適的桌子可以坐在這裏吃 現在暫時不太多人 所以應該蠻舒適的 其實配套這裏都蠻好的 在不同角落可以倒水 大家可以帶最大1.5L的水瓶 就是在這裏倒水 看人家示範一下 其實放在SANS就可以了 然後去廁所 因為今天時間上早 所以廁所和倒水都沒有很多人排隊 而這裏就是我這5天看球在場內買過的食物 掌握了消費和醫肚種地之後 就讓我們回到女商決賽現場 剛才我們進來看女商決賽 謝淑美和黃欣宇現在對美國和加拿大的對手都1比1 現在在第三局很緊張 剛才報得著 打球局正在贏4比1的 我們就看看繼續的戰賽是怎樣 一場比她感到達到 是 2-0 3-0 2-0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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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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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